为了配合即将在Astro YTV播放的新剧《包三姑外传》宣传活动 戏中主角陈浩铭与李其红分别由香港以及加拿大飞到我国 于1月22号在金河广场会见移民 陈浩铭表示《包三姑外传》带给他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华语的方式演绎他书生的角色 他还特别强调在戏里头他说的华语是现场收音的呢 李其红在剧中饰演包青天的后人 一位个性正直有侦探头脑的女生 比起陈浩铭 李其红表示自己很庆幸有幕后配音 在戏里面我是满演书森这个角色的 书森不是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书森 我是演包三姑 包青天的后度 我很幸福 我有得陪影 很精湛 很righteous 正义 正义 是一个正义的女后 当然我很有角色啦 爱看连续剧的影迷们千万不要错过这部轻松搞笑的侦探戏 一句咯 因此活不够好 所以你才想要逃 逃到天涯和海角 落在别人的怀抱 你能不能不问我好不好 不要故意多爱不让我知道 知道你做得很好 什么都一不重要 我不会故意打扰 更不会让你烦恼 我每一天 不管你知不知道 散散流失眼泪和我的祈祷 喜欢你 我的好 一年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